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有一台游戏主机拳打任天堂脚踢PCE 在90年代风光无量 它就是Megadrive 如果你不知道它制造商的名字 下面这只刺猬你肯定认识 陪伴一代人的英数小只 世家的索尼克就诞生于MD时代 世家一度是与任天堂索尼齐名的第三家之一 可惜后来一连串的商业失败 使得世家于2001年退出了家用机市场 有趣的是 也就是在那一年微远发布初代Xbox 玉三家又整整齐齐齐来 嗯 稍微一连扯远了 总之世家也曾是能叫板任天堂的家用机大厂 并在刺猬索尼克等畅销游戏的加持下 在90年代的美国市场 力压全球霸足任天堂一头 可以说MD作为游戏发展史上 真正意义上的16位家用游戏主机 绝对是一代经典 初看MD的外观像极了那个年代的音乐播放器 是不是 有些不明真相的小伙伴 甚至拿到机器以为是插叠的 对着那个圆盘抠了半天 世家却是鬼点之多 打出了把街机游戏搬回家的宣传口号 在机器的硬件方面也早就为移植做出了准备 使用了与街机Systems 6完全相同的CPU 包括摩托罗拉6800与Zlog Z80芯片 天生向下兼容 于是战俘 街头霸王等街机神作就被陆续加入到了MD的游戏阵中来 而得益于16位CPU的使用 MD一经推出就拥有系列出色的画面 让当时的游戏玩家大呼过瘾 MD的手柄也是尽可能向街机看齐 为了适应更多的格斗游戏操作要求 第二代MD更是将手柄操控键从3件升级到6件 以快速调用更多的格斗招式 方向键在物理设计上尽可能靠拢街机摇杆 也正因为如此备受格斗迷们所津津乐道 像我这种手传挡 正手出招还可以 反手就麻烦了 升龙拳总是升不起来 而MD手柄搓招成功率大增 瞬间感觉凶起来 有没有 在很多国人心中 童年时代里的MD甚至比SFC更好玩 更有知名度 但也少不了世家的精致招牌 刺猬索尼克 将16位家用戒的画质 与横向卷轴高速的特性发挥到极致的作品 说到这 世家真的感谢卡普空 当初索尼克的创作者之一的钟玉诗 就是受到卡普空大魔戒村中一期 连续坡道设计的启发 开发出索尼克那种借助坡道或旋转 简加速的玩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两款游戏 在横向界面设计上的相似之处 刺猬索尼克与MD的捆绑销售策略 顺利帮世家攻下了北美65%的16位游戏机市场份 自此以后 这次狂奔的蓝色刺猬 就成为了世家最经典的形象IP 没有质疑 但你真的以为世家在北美混的风生水起 是因为游戏做的好 并不是 成长玩游戏之余 顺便去了解下当年的往事 发现世家竟然耍了小心机 当年真正快的同时登录MD和SFC 虽然游戏一样 但画面风格完全不一样 为了规避游戏暴力的风险 任天堂对画面做了阉割 用汗水代替鲜血 一些场景动画也做了修改 老美玩家就暴露了 世家这边就激贼得多 他们做了两个版本 并按戳戳一个作弊码 让玩家随意切换 莫名真相让玩家会玩到点到为止 充满爱与和平的进化版本 而参透玄机的玩家 就会解锁性命相搏 你死我活的暴力版本 这对厂长真的不得不加成马赛克 哪怕对一些残暴画面做了处理 但看着这满地的钢针 不能想象出那画面有多么人 可老美玩家不管啊 事实是MD版本的真正快打销量远超SFC 使得MD在北美家用机市场名声大早 咦这开后门的剧本好熟悉 不说了不说了我们都懂 MD在各个游戏类型上遍体开花 摆脱了当时私人对游戏只是小孩子玩具的印象 诞生了很多质量相当不错的佳作 比如皇帝的财宝 一款斜向45度俯视角ARPG游戏 充分利用视觉高低差引入跳跃的操作 同时游戏中的谜题也非常耐玩 甚至要依靠准确的站位来紧密 将2D画面的游戏性开发到了极致 这种尾3D画面在今天非常常见 其实也是世家的独创发明 照这1982年的立体战机上 世家第一次使用斜向45度俯视角设计 在当时只能左右前后移动中加入普通操作 比得后来很多游戏纷纷效仿 可以说是相当超前了 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 不断推陈出新的游戏作品 加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 让MD一度成为了北美市场最成销的游戏主机 世家也总算扬眉吐气了一番 可谁能想到这一吐居然差了气 之后仅仅两代主机不到十年时间 彼此在北美风光无限的世家 最终却在交易机大战中折起成沙 黯然退出了市场行列 不过正如很多不识进取的厂商一样 经典作品总是被不断复刻的 诶 你在说谁呢 啊 不是不是 必须而每一代玩家都沐浴在经典游戏的光辉下 于是世家在2019年也紧衰潮流 发布经典复刻机型MDM 外形不仅同步率高 体积还缩小四分之一 电视输出用HDMI 手柄用USB 收录40多款游戏 分辨率也从原来的320x224升级到720p 整数上升到60帧 这可让错过那个游戏级百花齐放时代的玩家们 好好重温下经典 为了适应现在的超高清电视 Mili也提供16比9和4比3两种画面尺寸 当时用4比30空余的部分会用鼻子进行停冲 真的有内外了啊 不过当你打开游戏机 再次看到一款款饱含着童年记忆的经典游戏知识 时代的眼泪还是扑面而来 于是这就是老牌将机落败者的一种不甘 即便各类模拟器早已不是新鲜事 但当沉淀的食物拿在手里 仿佛一下就找回当年的感觉 还能说这就是卖情怀 厂长不同意啊 证明卖的就是一种童年圆满嘛 小时候穷卖不起游戏机 我长大后就把复刻版全收集 全都要 大人教育小孩少玩游戏 诶 偏不让自己小孩也从此玩上 尽点老游戏 不要让后代重走自己的悲伤路 当年横宅了我一刀卡带前的奸商 再也不见 官方合集随便怎么玩价格还便宜 以及那高度还原的手柄 戳起招来仿佛往日重现 一台副科技在手 童年衣说走就走 专制各种童年不符 这碗冷饭充满了情话的香味 而愿意为MD mini买单的玩家 更多是为了自己的青春季 也只有老玩家才能领略到其中的精髓 既然就是光灿烂迷人 但终究耐不住时代的角度 Hello It's m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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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